外 梦 笔 记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来说一个梦 梦见在一个二楼的窗户内 看着外面正下着的雨 一辆铁灰色的车子 从一个两米高的平台 慢慢的滚动轮子朝阶梯下开 阶梯躺着雨水 当车子滑到阶梯底时 司机说终于安全到达了 车里好像有一些小孩子 感觉司机是Amy的先生 奇怪的是 这段场景像影片到了带 又重播了一次 车子再度慢慢的开下了阶梯 然后停了下来 类似上次怪梦笔记说的《骇客帝国》 你有看到猫咪重复动作的景像? 法文或英文叫做Deja Vu 中文叫做似曾相似的感觉 只听见Amy说 到处都在淹水 当我下楼看看时 结果黄泥浆一样的水 已经淹到了脚踝了 再向一处走去 只觉得水淹得越来越深了 Amy说 还没八月里 万一黄河发大水 那可是全都要被冲掉的了 于是我心里笼罩着 黄河将要发大水决体的阴影 我再度往另一处走去 水已经快要淹到膝盖了 梦跳到另一个场景 我躺在床上 刚刚睡醒 手机里有Amy的留言 说是某某人的女儿 把学校附近的公寓卖了八百万 哇 又说到 谁谁谁的两个女儿 终于出柜了 公开了雷斯边的关系 Amy接着八卦说道 她们也是等了好几年才确定的 你知道的 她们需要有了那个以后 才会知道的 那个是什么 不是你想的那个 Amy接着续刀道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我一面听着留言一面想 大概是女人必修的月球经济学吧 什么是月球经济学 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等你长大了就懂了 然后我就起床去小姐了 过后又躺回了床上 嘿嘿 我说的是我梦里去的厕所 不是我真的去的厕所 梦又跳到另一个场景 我走在路上 有一个带着机车头盔的人 跟随着我 头盔把她整个脸和头都遮住了 看不见她是谁 感觉她不怀好意 可是她也没做什么 后来我坐在一处沙发 看漫画 左边来人坐了下来 也戴着机车头盔 但脸部的挡封镜是掀开的 我认得她 就是刚才跟着我的那个人 是我儿子的一个同学 我就没怎么理会她 继续看着我的漫画 她好像也想跟着我一起看漫画 我还是没理会她 然后稀里呼噜我就醒了 好 这就是这回的怪梦笔记 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并转发 我们下次梦中再见 谢谢 拜拜